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法兰克系统怎么整体坐标便宜啊 我们啊 现在这里的热座标是28.45 如果我们换下一种活下一种的活比我们这个活比我们上一种活它的总长度如果是差十毫米啊 差十毫米 我们要往负方向整体偏移十毫米怎么办啊 第一种按刀补啊 不在这个磨损里面 每把刀分别啊 分别刀补十毫米 还有一种快速的方法 按下刀具补偿 然后这边有一个工件坐标系啊 这边有个工件坐标系在工件坐标系G5是这个000这里啊 000这里整体在这个z方向这里输入-10啊 然后按这个加输入 然后执行 那么他就可以啊 我们这边就是整体往负方向偏移的十毫米啊 一定要是000里面啊 然后我们这边后面有那个G5是001啊 002 003啊 G54 G55 G56 G57 G58 G59 那么这个G5是000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偏移的话 不管是G54还是G55 G59 他都是整体偏移啊 也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坐标系都会偏移 也就是说每把刀也会偏移 好 今天这个法兰克系统的整体偏移就讲到这里 打前面叨 打字幕营丝 打字幕营丝 打字幕移 打字幕营丝 下证 回 måste